投幼年 要求其他父亲 从幼年童年一直到我写戏 这阶段始终围着父亲 有好多戏我都会 都是跟他学的 但是他说你年龄不到 你先别演这个戏 像这个贵妃说你还没到 这年龄你体现不出来 你现在就看我 你模仿我 到了你一定的年龄 在读读这个唐阳的故事 在从文化层面再了解一下 所以他的演出来他是文化 而他不是文化 学于长江表演一个舞台技术 当然现在我也按照 附近当年教我的这个路数来带学生 我说艺术艺术 艺术是文化 艺术艺术 现在有艺才能够有艺术 从小跟他学艺 一直到我能够带梅集团 我觉得跟他从我小时候的这个 家庭教育 跟周边环境对我的培养 这是不可以的 我看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说艺术艺术 我看你什么都不可以的 我看你这个 但我是 我看你这次 我看你的